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微睁着眼 看了看蓝望鸡 裂开嘴笑笑 说道 蓝湛原来埋在土里真的不能说话 我刚才拼命想喊蓝湛救命来着 结果没喊出来 嘻嘻 笑完就眼一闭 脑袋往后一痒 全身一软 失去了意识 魏无羡已经十一岁零四个月了 身量比同龄孩子高了一些 也健壮一些 但是此刻横躺在蓝望鸡怀里 轻飘飘如同柳絮一般 蓝望鸡低头看了看仰面贪软 满脸黑土 双目紧闭的魏无羡 心脏揪成一团 又疼又乱 她不能确定魏无羡是否受伤 更无法知晓魏无羡昏迷的原因 只好将毕尘催到极致 以最快的速度 最短的时间赶回云深不知处 直奔蓝老医师处 蓝老医师看到浑身黑土 没有意识地魏无羡下了一跳 叫道 这是掉眉咬里了 蓝望鸡一路飞奔 精神高度紧张 见到蓝老医师就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一时手脚发软 无力应答 只是迅速将魏无羡放到榻上 急道 还请老先生快看看 蓝老医师一把抓过魏无羡的右手 三指扣上了小东西的脉 闭目凝神叹了片刻 虽放下小东西的右手 望向蓝望鸡 说道 小微英只是有些脱力 并无大碍 只不过 只不过如何 蓝望鸡听得心脏落跳了一拍 请问道 蓝老医师看了一眼蓝望鸡 微笑道 只不过小微英灵力耗尽 此刻颇为虚弱 望鸡莫及 无甚大事 小孩强健得很 将养两天就能恢复了 但是蓝望鸡还是不放心 又督促着老医师将魏无羡从头到脚 细细检查了一番 在一再确认小东西既无内伤 也无外伤的情况下才将人抱回了近视 蓝望鸡原本以为 未无限当晚就能醒过来 结果小东西在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之后 一直呼呼大睡 蓝望鸡寸步步赶离 看着人安稳地睡颜 听着人平稳地呼吸 时不时地摸一摸人的脉 探一探人的小金丹 再三确认着人安然无语方略 为安心地在一旁躺了下来 双目直视障地 脑海里反复闪现魏无羡被吸壤瞬间掩埋的画面 不经后怕不已 振振心计 根本无法入睡 到了第二天的卯食出 一夜未眠的蓝望鸡坐起了身 扭头望向魏无羡 见着人依旧在沉睡 正常情况下 以往这个时候魏无羡被会自然醒来 而后与蓝望鸡一同做早课 而今日就明显不正常了 于是蓝望鸡又有些慌神了 忙扣上了魏无羡的脉 几个呼吸后就发觉小东西的脉相比昨晚要稳健很多 甚至比平日里还要稳健 不禁正了正 又探上人的小腹 稍稍感受一下 就发现那腹中的小金丹也格外强盛 其间鼓鼓凌厉涌动 似是源源不竭 蓝望鸡彻底愣正了 不知到底是何状况 着急忙慌将魏无羡用宝被裹好 抱起来赶往蓝老医师处 稍是检查蓝老医师就给出解答 魏无羡这是累坏了 在通过睡眠进行自我修复 但是因他体质异于常人 又能在睡眠中修炼 所以恢复得特别快 总而言之一句话 魏无羡很好 无需担忧 他想睡就让他睡好了 睡个两三天他自然就会醒了 果真只是累了 蓝望鸡一道 蓝老医师点点头 说道 只是累了 也有可能受了些惊吓 但是以小魏英的性格 受惊吓的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确认他就是累了 让他睡不出三天 定然会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小魏英 言尽于此 蓝望鸡即便是心在不安 也只好带着魏无羡回了静视 而后继续依不解 带得守着小东西睡 两天过去了 蓝启仁 蓝西晨 蓝鸣木等人 都先后来看望过 他们原本有些担心 但见到小家伙睡得一张小脸红扑扑 也都失笑地回去了 到了第三天的卯时出 熬得有些心里焦脆的蓝望鸡 盯着依旧在酣睡的魏无羡失了神 恍然间小东西忽然睁开了眼 又眨了眨眼 而后展露出灿烂笑容 说道 请问这位俊美异常的仙君 我这是在何处